这期隐秘而伟大不仅登上了央视 首播后还引来了一致的好评 而一直被吐槽没有演技的李一峰 也是终于凭借顾耀东这个角色 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而李一峰也是在深夜发文聊起了顾耀东 她发文称 在刚开拍的时候 李一峰一直担心顾耀东是不是太傻了 太笨了 这样的一个角色会不会不被大众所接受 而在拍摄的第十天 李一峰发现顾耀东的可爱 本真纯粹 是她在那个环境下的特别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真香吧 而对于顾耀东这个角色 李一峰也是产生了很多的感情 在杀青的那天 虽然只是跟校处长一个简单的告别戏 但是自己却哭得不能自己 或许真的是钱钱的投入到了角色当中 才会有这种感受吧 而李一峰对于这个角色 也抱有很高的期待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